像那個喝酒社的 現在社長有一點在昏了 我這個角度看他有一點 稍微在搖 學校 開門見山 直接愛喝酒 看這邊 對 這個社團很厲害 跟大家介紹一下 喝酒的你找不到酒友嗎 想要更深入的品酒 卻找不到朋友陪你暢聊嗎 有這些問題嗎 通常可以來這裡 鎮納生命之水 這個很酷喔 神師邀請你 與我們來一場微燻的宴會 在威士忌的九海裡暢聊人生 第七來歡迎 生命之水社社長 瑋恩 瑋恩 你好… 你確定 瑋恩 社長 你好 可以嗎 可以這樣在學校猛飲酒 政大 這個其實我們社團就聚集一些 喜歡品酒 對威士忌有興趣 想要建立自己品味的社員們 他沒講話看起來很忠厚老實 但是 一講話看起來油腔滑掉 你這個社團成立多久 19年成立所以 到現在也有四年的時間 但是只有在歐洲 歐美國家 他們才有所謂品酒的人 酗酒跟品酒不一樣 不一樣 我們社團都推廣這個 以品酒代替品酒 大家要來 出來以後每一個都 回家了 OK 來 怎麼樣 而且又是威士忌的 我們都會控制大家的酒量 會注意眼神的接觸 有沒有喝醉過 當然也是有 絕對的吧 一定的 剛剛平很多酒 混一混就很容易就去了 我們平常這個學習間 都是理性飲酒大會 但我們學習 沒有一個特殊的活動 就是讓大家不理性一點 所以之後就會有會有一些 比較有趣的故事發生這樣子 好 男女比例 當然大部分都是男生 女生會有 但是比較少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烈酒 這麼烈都40度以上的 所以你們還有挑 就一定是威士忌嗎 主要是威士忌 但是我們還是有一些活動 是可以喝一些調酒 我們會用威士忌做一些調酒 比較清爽 比較有趣一點對不對 要不然都喝威士忌有點太重 最特別是我們還會實際 帶人去酒場參訪 直接聊聊那個製程 還有專人導覽 我們上禮拜還去 金車跟馬蘭酒場參觀 關公產 對 然後還有就是他們會 也是會給我們喝一些 很不錯的東西 不要難過 剛哽咽 有一點哽咽 對啊 那要不要看酒品呢 因為我們都會控制大家的量 所以感覺大家都是 滿沉溺著這個品酒的氛圍 喝完酒之後就是講故事 大家分享說最近又要什麼事情 就是常聊 就是放鬆的一個環節 你今天有沒有帶酒來 有 有啊 你剛好遇到一個酒咖 我不拚酒的 但是我對酒非常了解 有研究 我甚至我只要一聞 然後常到我嘴唇 我就知道它幾度 有 真的假的 不信是吧 來 直接來 來… 確定 剛好他把品牌給黏起來 來 你教我們拚酒好了 好 拚酒第一步要做什麼事情 你們知道嗎 打開瓶子 做什麼事情 聰明 憲哥這是聰明 要先倒酒嘛 對啊 憲哥你滿聰明的 現在第一天上班了你 這個倒酒的時候 我們要先這樣 這個酒液潤這個軟木塞 這樣比較好看 然後掌心的大幕這樣 你怎麼又哽咽 比較優雅一點 哽咽 比較優雅一點 要潤一下 然後學起來 然後這酒杯要這樣子這樣 傾斜這樣比較好倒 比較不容易漏酒 傾斜的 倒差不多倒 倒 倒 這樣的 倒到這邊差不多是20ml左右 是我們平常理性飲酒的這個範圍 差不多 因為這個卡數也高 對 我們在關酒的時候 會這樣 手幹嘛 這樣 把這個殘液擦乾淨 可以聞一下香味 這樣聞一下香味 嗅吸一下 對 平常我主要分成三個步驟 第一個主要是分成這個 觀色 聞香 還有這個拼音的部分 觀色 聞香 觀色 觀色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酒 成績這個45度 去看它這個淚角 這個teardrop 因為它好像眼淚的形狀 這樣好像很帥 對啊 這樣很帥 這樣這樣就看這個淚角 然後看它的顏色 是一個淡琥珀色的顏色 很漂亮 淡琥珀色 我們現在正在看色帥在哪裡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我們會進行這個 聞香的部分 聞香 觀色 看完顏色了嘛 再來就聞香 聞香的話 我們也要是成45度 為什麼要45度 因為它這個酒的香氣 其實是有層次 它會沿這個截面 由下而上 由濃到淡 然後我們就從上面最淡的 最輕盈的香氣聞下來 慢慢的 有層次 對 然後就是這樣子 從上面開始聞 從淡 聞到濃 往下 平口 那邊慢慢往下拉 像這一隻的話 我就聞到 從上面一剛開始 可以聞到一些這種 淡牙的葡萄乾的香氣 然後往下聞 可以聞到一些 還可以聞到皮革 然後大家其實喝的時候 其實都 比較不理心 都直接大口吞下去 但是其實是對的 浪費 浪費 所以我們台灣人 會這種大口尻下去 真的 讓這個酒液在口腔裡面 稍微潤一下 大概5秒鐘再吞下去 感受他那個 在口腔裡面的變化 還有他的胃韻 他胃韻就像喝茶會回甘一樣 他也是每一種維持肌肉 不同的 屬於他自己的胃韻 那我先試試看 整個鬆掉 整個人鬆掉 很秀 進入中菜 妳不能濕到 OK 幾度 這個都在幾度 有點嗆是不是 都在幾度 要不要喝個水 這個是7分在賣的是不是 還是這個要加冰塊 可能加幾滴水會更好一點 這一個酒精的濃度 約莫在43% 跟憲哥剛剛表情一樣 是酒精來濃度不一般 不一般 點火會燒的那種 那超過50度一下 超過了吧 對 但以我來講 因為我們沒有喝這種 那麼烈的酒 那真的很烈 威士忌一般40幾度就很高了 這一支是比較特別一點 這個是什麼酒 這一支 這一支是格蘭花格的 這個圓桶強度 獨陷台灣的系列 來自他們最特殊的 鴻門酒窖裡面的珍藏 這一支酒精度高達 是一個圓酒等級的 來 妳品給我們看看 品給我們看看 這個通常我們在品的時候 61 61度 高度精濃度的酒的時候 我們後來會先抿一小口 去熟悉那個酒精的濃度 去適應一下 對 剛剛我就喝太極了 第二杯比較大口 再品嘴它的味道 OK 我先第一口 先適應一下… 適應一下 然後再來換第二口 她有她自己的節奏 她不會被我們干擾 好喜歡 自己的世界 你看她好認真 妳看 投入了 太可愛了 這都太大口了嗎 你信 太大口了嗎 你這61%直接灌掉 61都超爆猛 有沒有看到 你有參加過生命之水社嗎 學校這個比如教官什麼那些 會不會用異樣的眼光看你們 其實不會 因為我們 這個都是很理性的在品酒 也比較少出事 比較少出事 但還是有這個 比較少出事 所以還是有出事 什麼話 比較少 OK 而且你是不是不要再喝烈酒 你傷腫會壞了 一直過癮 是… 維恩是有一點醉了 維恩這樣不太敢 他 他眼神有點飄 一直在搭散 你還說你理性飲酒 喝太大口了 那個61%的滿大杯的 不小心 再搖晃 不小心 再晃 再晃 3月1日 沒水我沒水沒喝水 請你不要浪動性我 想要路後聽你不信我 上心的上心的我 心情沒人會知道 情有受受了解我 好了 我們三個加入 你們那個生命之水 那個喝酒社的現在社長 有一點在昏了 我這個角度看他有一點 稍微在搖 還可以嗎 3 7 21 麥克風 21 99 81 那這裡是 綜藝大熱門 他有在嗨囉 有 真的 外面你看一條路叫什麼 舊中路 漂亮 還行 句話 果不喜歡被罵爆 幹部就說 你幹嘛亂搞這些 你看這個粉絲專業人數一直掉 我們本來可能要拚500人了 結果現在掉一掉 掉了幾十多個人 又剩400多個 真的 真的 對 我們已經看了你大概5分鐘了 5分鐘了 跳血已經5分鐘了 跟這個人直接講話 他喝到天生命之水 他在跟誰講話 好可怕